入医保后就仅需3.3万元 国家能否推翻掉老百姓看病难这座大山 这背后的真相又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李云飞 关注我 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要说这最让老百姓忧心忡忡的是 恐怕不是高房价 也不是校外培训 而是看病难 虽然说医保现在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老百姓看病都有一定的报销 但是在面对昂贵的医药费时 大家还是显得有点捉襟见肘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 这医药费为什么就会这么贵呢 这波最近70万元一支的天价救命药 在经过医保人员的八次谈判以后 入医保以后的价格就仅需3.3万元 而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该药在美国定价约为87万元人民币 在欧洲定价约为55万元人民币 在日本定价约为62.5万元人民币 看完这则事件以后 你会怎么想呢 此时也许你会说 这药品的利润也高得太离谱了吧 难怪老百姓都看不起病 我们还先别着急下结论 我们先来看看 这支天价救命药背后的真相 2020年3月份 美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称 据估算2009年到2018年中 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平均成本为13亿美元 相比较而言 这支天价救命药的研发成本就更高了 因为它针对的是世界上一种罕见的病 全球患病人数还不到50万人 所以这支药又被称为是孤儿药 再加上创新药专利保护期限为20年 所以药企业只能够通过高定价来收回研发成本 并获取利润 药品的研发费用高就导致了药品的价格高 这就成为了我们老百姓眼中的药品暴力现象 导致药品价格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销售渠道的费用 以及各环节利益输送的费用 首先是一级总代 二级代理 之后进入到医院还要层层过关 包括医院负责人的许可 医生答应开药 最后才是医药代表推荐给医药配送公司 然后再有配送公司加价以后送进医院 关键是在这里面还少不了各种利益的输送 那最后这天价药都有老百姓来买单 你能说不贵吗 打个比方 以前一个普通的心脏搭桥支架 要1.3万元 通过药品集中采购以后 就只需要700元 那可见药品中的水还是挺深的 至于这70万元天价救命药 入医保以后就仅需3.3万元 这能否推翻掉老百姓身上看病难这座大山 对此我想说连点 第一 医疗不能够完全有市场决定 众所周知 药品利润高是不真的事实 因为它确实能够救命 但是医疗行业还真的不能够完全有市场说了算 那因为医疗和房地产是一样的 它既承载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又承载了民生问题的责任 那如果都有市场说了算 那么到最后穷人连死都死不起了 所以我国近年来就开始了医改 从药品的集中采购到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再到医保费用打包 把医院医药医保这三兄弟分家 让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关系链 从而在源头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那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当中 也有74种新增药品被纳入到了医保 就包括以上的添加药 所以从国家这一系列的政策来看 我们离看病男这座大山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第二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够富裕 想要推翻掉老百姓看病男这座大山 我想说的是国强民财富 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够富裕 只有国家强大社会才会为老百姓脱体 就像上面这支添加救命药一样 澳大利亚虽然官方定价还是11万欧元美针 但是老百姓实际只需要付41.3欧元美针 在日本有医保的患者也只需要付33元人民币 这多出来的费用全有社会来补贴 所以我说国家强大人民才会富裕呢 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用了40年的时间 就走完了发达国家连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那基于这一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推翻老百姓看病男这座大山 指日可待 70万元的添加药 入医保后就仅需3.3万元 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